之前啊 咱们把太和殿呢 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但是啊 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没说呢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太和殿的屋顶上 这屋顶上有什么玄机呢 今儿个呀 我就给您说的说的 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 在咱这个古建的屋顶上 总会有一些小动物 只不过因为这些建筑啊 普遍都比较高 咱们呢 也看不清楚他们的面貌 这些小动物啊 叫做己兽 那么他们干嘛要戳在屋顶上呢 是为了装饰用吗 那还真不是 他们站在屋顶上啊 可不是为了好看 大家知道古建的屋顶上 铺满了瓦片 这瓦片呢 是一个盖一个 中间啊 加上黄泥用来固定 但是这瓦片 从上往下一直排下来啊 对于下边这个瓦片的压力 也是很大的 所以为了防止这瓦片掉下来呢 就需要在整列的瓦片末尾啊 加上一根或者几根的钉子呢 用来固定 这钉子是什么做的呀 是铁啊 是铁的话就容易生锈 所以为了防止这钉子生锈呢 就需要在钉子露出来的部分上面啊 套上一个钉帽 99只呢 为了美观啊 古人就把这个钉帽呢 弄成了动物的样子 所以这几兽啊 说白了就是钉子帽 虽然是钉子帽啊 但是也大有讲究 在等级分明的中国古代建筑上面 几兽啊 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 也表明了这建筑的等级 通常几兽呢 都是单数 13579比较常见 几兽越多 当然等级越高了 但是最特殊的呀 就是咱们这太和殿了 整整个用了石头 可见这太和殿的地位 都有多高 那这几兽 分别就是什么兽呢 首先啊 在十只神兽的前面啊 是一个单独的齐凤仙人 这齐凤仙人 虽然不隶属于这只十兽小分队 但是他的来头可不小 主要呢 有两种说法 这第一种啊 说齐凤仙人 是江泽衙的小舅子 这江泽衙什么人呢 那可是周国的军师 所以这小舅子就想 我姐夫是军师 我要能利用他疏通一下 拉拢拉拢关系 那岂不是平步青云 扶摇直上 而江泽衙呢 看出了他那点小心思 同时啊 他也深知这个人 才能有限 难当大任 所以就跟他说啊 你小子现在啊 已经差不多了 你可别不知多 再往上升啊 就会掉下来了 所以古人呢 就把他放在屋底的边缘 象征着不能再往前了 再往前那就掉下去了 第二种说法啊 流传的更广泛 说这齐凤仙人呢 是战国时期 齐敏王的化身 这齐敏王啊 在继位以后 雄兵独武 骄傲自大 导致呢 内外树敌 反正啊 就是没干什么好事 最终啊 引来了五国联军的讨伐 当一次打仗失败以后啊 他就跑到了一条大河的岸边上 然后他一看啊 没地儿跑了 这下凉凉了呀 就在这个时候呢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有一只凤凰啊 飞在他眼前 给齐敏王都看傻了 这凤凰说 打车吗 大哥 给齐敏王高兴的 那走呗 不打表都成 于是齐敏王呢 飞身跨上凤凰 骑着他渡过了大河 凤凶化骑 后来人们啊 就把齐敏王的形象呢 放在这个屋顶的前端 寓意就是凤凶化骑 所以无论这个建筑上面啊 他有几只几兽 但是最前头的呢 肯定都是齐凤仙人 值得一提的是啊 在2016年2月14日 有人发现 颐和园排云殿 西北角屋脊上的 齐凤仙人 不翼而飞了 这难道是 齐敏王又坐而凤凰飞了吗 对此啊 颐和园回应称 齐凤仙人受大风影响 在春节期间呢 脱落了 目前啊 已经天配完毕 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这个啊 就是齐凤仙人的故事了 那排在仙人后边 那食兽军团 又分别是什么小动物呢 咱下回再说